人生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當你看到有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勇往直前去做 這樣子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是蔡輝玉霍車女孩蔡輝玉 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做霍車女孩蔡輝玉 因為我爸爸是開托拉谷的 然後我從小跟著卡車去搬貨送貨 然後這樣長大的一直到我22歲出國 然後才停止搬貨的這個工作 然後我也是曼徹斯特台灣人協會會長 也是曼徹斯特吉南救助會會長 還有喬委員的身份 陳定南教育基金會董事 文化國中校友會理事長 那本身也是英國Boss Computers的 Managing Director 就是董事長 那2018年 去年我得到了英國國會評鑑入圍 成最佳科技產業的理性主管 那老闆這樣子 我爸爸很重視信用 然後那時候在做卡車的時候 從他一部卡車跟我媽媽兩個人開始做 小小的從1.5噸然後再往3.5噸 然後7.5噸到10噸半 然後從一部卡車到13部卡車 這個過程裡面我看了他們的辛苦 然後從小我就想說因為我個性還比較男性化 所以很想幫爸爸媽媽做一點事 那我喜歡跟著車到處跑 然後看看外面的世界這樣子 我不大喜歡待在家裡就是了 所以對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接觸到蠻多工廠公司 然後接觸到蠻多 有各種不同職業的 有作業員的 有經理人員 有老闆的 有會計的 這些人 然後這一些東西都是我後來 應該是我創業的一個養分 因為對於管理 比如說員工的管理 因為我們最多的時候有大概30位員工 那時候我也除了要幫忙做會計算帳之外 我還要幫忙安排車輛的一些工作 這些就是很自然而然成為我在英國 後來創業的一個基礎 因為我們的司機蠻常喜歡喝酒的 然後他們常常工作 他不會你跟他指揮 他有時候會覺得說我是小女生 他不大聽 那我是覺得說就是論事 本來我就是指揮他做事的人 但他不聽我的指揮那就不行 所以我的膽子是蠻大的 我覺得本來就是論事 他沒有聽我的指揮 那我當然就可以把他給fire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我把他超猶豫的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我才十幾歲 然後對方大概三十幾歲 對 我們家的司機助手都是男生 有蠻挑戰的 可是我不會 因為可能因為我從小打籃球 打排球 田徑國術 跆拳道 都有一些涉獵 所以打架對我來講不是太困難 其實也不是說真的是要去硬碰硬 但是那時候就是最主要是因為我堅持 就是說一個正義 你如果沒有按照我說 我們講好的 你應該要做的事 你不做 我覺得那按照公司那時候的管理 應該是要這樣做 就像你做錯事 你會被處罰一樣 所以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那是我人生第一個大轉折吧 因為如果不是那一次選擇出國 我可能也應該會有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但在當時 其實我從我讀台北公司專業 然後在同一個時期我有四份工作 因為我家裡的生意其實是起起伏伏 聽起來好像十幾步卡車好像蠻好的 但人是也不少 這好像不是很小的公司 可是事實上 我爸爸是那種傳統的生意人 他覺得帳號裡面有錢 他就是賺錢 帳號裡面沒錢 他就是賠錢 事實上我們在做生意後來都知道 他不是這樣子算的 你要知道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錢 你有多少負債 你有多少資產 應收賬款 各方面你要去全盤了解整個會計 可是他不知道 所以常常就是 好像有的時候蠻有錢的他很開心 有些時候好像他沒錢他就很擔心 所以我們就會有那種心情起伏蠻大的狀況 那在我讀台北公專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不要依賴家裡 然後我想要自己自立自主 所以我就打工賺錢付學費之外 我自己想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專才 那就是用時間跟我的勞力來換起金錢 所以同時間才四份工作的時候 到我畢業我已經存了40萬 那當時我想說 對因為沒有什麼其他的才能嘛 那就開個泡沫紅茶店應該是可以 可是22歲生日那一年 我的朋友也就是我鄰居和阿寶姐大我一屆 他就他本來是想要去日本留學 可是他開了一家那個時候叫做衝洗店 相片衝洗店 所以他就因為這樣子他沒有出去 沒有去日本讀書 他就跟我說你為什麼不要出國去學習這樣子 去外面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當下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英文這麼爛怎麼去英國呢 然後他就說反正去那邊再學嘛 我自己也想沒錯啊 如果後來我想一想 我說如果出國之後回到台灣 假設我一個月增加個5000塊薪資 一年增加個6萬塊 20年下來120萬我數學這個還可以 所以就算一算我就覺得 可以去試試看 那因為我跟我同學他們講的 然後我就就這樣子 後來本來是要去美國 結果美國每天被拒絕 然後就想說又不是只有美國 還有其他英語系國家 這樣很巧啊 就是我一個寫解他從英國回來 然後就這樣子到英國去了 所以那個阿寶姐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 如果不是他那一席話 我可能現在應該在台灣開泡沫紅茶店 不過也許我會是85度C的老闆 我夢可以做 水晶真的是我人生蠻珍貴的一位朋友 他真的是我的貴人 因為當時要不是他幫我跟公司爭取的這份工作 我也就不能進電腦業 然後其實他在之後他在我人生裡面扮演的 不只是當下的貴人 他這一段時間 只要我有什麼宜蘭雜症我都找他 然後他很大方 他是一個很大方的非常聰明的女孩 然後價值觀方面都很棒 所以我常常受他的應該是指導 他常常會跟我開玩笑 他是我的貴人 我要好好的孝敬他 所以到現在蠻好的 因為有這樣一個朋友 有一個精神上的資助 對我來說 在英文來講他就像一個mental 就是一個精神上的指導導師這樣子 對 那當時我要找這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打電話給他 我跟他講的時候是 第一句話我的英文很爛 第二句話就是說 你可以不用付我薪水 我只要有一個環境 跟我有那個時間 我就可以把我的英文練好 然後他可能因為同樣是鄉下的孩子 他覺得說 我這一份想要嘗試的心 他有受到感動 所以他才幫我爭取這樣子 一開始覺得英國人並不容易接近 會覺得說 一方面自己的語文能力差 要跟人家對談 講沒幾句話就接不下去了 然後那時候我住在第一個住宿家庭 那時候感覺就是真的 他們只是因為我是外籍學生 那也是因為自己沒有辦法對話吧 就會感覺是有生疏的 然後會覺得有一點孤單 可是我第二個技術家庭 那個媽媽她本身是阿根廷人 然後比較能夠理解 同樣是那種外來移民的那種心情吧 他對我比較多鼓勵 有一度我覺得英文好難好難 真的很難突破 這不曉得要學多久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想到會在英國留下來 那一年兩年的時間 我很擔心回到台灣 到時候講沒兩句話就 Hi how are you how much 然後接下來就不知道講下去 那會很丟臉 所以我那時候壓力是蠻大的 所以我從後來讀了那個 回去學校讀大士那一年 我的體重大概減少了將近快十公斤 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怕讀不畢業 那會很丟臉 所以很努力很努力地在讀書 那個是後面很特別的 那對英國人的看法 其實我去的地方叫Newcastle 它是一個小城鎮 那很自然而然 我們一些留學生會聚集在一起 相對在當時 Newcastle是一個蠻貧窮的地方 學生住的地方 偶爾也是會有一些比較貧困的 一些住一些人 應該是當地的居民 所以有時候還是會碰到一些 比如說旁邊的小孩子跟你叫囂 有人會丟你石頭 類似像這種狀況 但還好 那只是一小段 那到倫敦呢 倫敦是比較國際大都會 沒有什麼人太在意你的 然後你就是上班下班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對 天氣很冷 英國的天氣 我住的Newcastle 屬於北邊 距離倫敦 有三個小時的車程 冬天 有一些時候會下雪 那住的第二個住宿家庭 他晚上不開暖氣 所以很冷很冷 常常是一條棉被兩條棉被 還要穿大衣睡覺的 對 可是就這樣子過了 那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另外一部分是擔心 因為英國的物價在當時已經是台灣的三倍 所以都會很小心自己的所有的花費 那時候都有登記 我連一顆馬鈴薯50匹 這是20塊台幣都會做記錄 然後我自己花多少錢 每天都有寫 然後會提醒自己不能亂花錢 對 所以那個財務上面的壓力也是有很大的一個 其實後來我覺得英國人並不是真的那麼冷淡 而是他跟你 你怎麼打入他的社會 那我這幾年特別感受強烈一點 就是英國是一個蠻有愛的國 有愛的國家有愛的社會 特別是在他們的公益這一方面 像一年到頭裡面他們的公益活動非常的多 像對孩子 但是全國性的 我就會講說從孩子開始開學的時候 從九月份開學 接著十月份就會有一個豐收節 豐收節就在講說 農夫這時候採收 然後我們要珍惜我們的食物 然後我們愛惜我們的環保 要注重我們的那些垃圾 這些東西 他不要浪費 然後我們會捐 比如說採米油鹽到學校去 然後學校再積極起來 送到食物銀行給一些沒有食物的人 這是第一個他們的大型公益活動 再來十一月份就會有十一月十一號 是他們一次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紀念 紀念那些戰士戰亡的人士 然後他們會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募款 他們買一個叫英樹花紅色的 都會別在他們的衣服上面 那個資金就全部到那些退役精人的身上 然後十二月就一整個月叫children in need 幫兒童募款 那是全英國整個全部的人都在參與的 你每天到BBC電台 BBC電視台電台 各個學校機構都會參與的一個活動 然後隔年有紅鼻子節 然後有咖啡早餐 為了那個癌症家庭來做一些 應該是協助吧 比如說家裡如果有人得癌症 他們會去到家裡去跟家屬安撫 跟他們講接下來你要怎麼面對 你有什麼什麼樣的一些費用 你可以從政府機構申請 那病人會接受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治療 然後會有什麼心情上面的轉變 類似像這樣子的 他們有一整套的那個 這個是制度來輔導 那我自己的員工 曾經有一個他得過卸癌 當時他有六個月的時間 就是這樣的治療過程 然後由他們來陪伴 所以後面他痊癒了之後 他也加入這個團隊繼續服務 然後他也接受醫院的一些研究 那像這樣的一個機構 在英國也是非常受到重視 還有他們所謂的Cancer Research 就是一個癌症研究 再來有那個紅色 有一些婦女團體的一些活動 他們常常辦很多路跑的活動也好 即便現在就是說你生日的時候 FB都會跳出來說 你要不要募款給誰誰誰 比如說那個獸內動物 動物環保 它也會有那個機構 反正就是一整年全英國的人 就一直在做環保 做公益這件事情 那這個公益的部分 我相信這個影響其實在社會非常的巨大 那變成是他們的文化一部分 他們的價值觀的一部分 就是那種保護弱勢的人 然後要站出來 就是能夠為自己 為這個社會奉獻的一種精神 那我可以說特別是像英國 從26年前我去英國的時候 有那個IRA 北愛爾蘭共和軍 他們有那個汽車炸彈 那種大的社會事件的時候 你可以看出來 英國人的那個社會和諧跟他們的愛 在去年那個 去年還是前年吧 曼特斯特有一個演唱會 兩萬多人然後發生炸彈 那個是恐怖組織的炸彈 你可以想像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台灣 台灣的社會可能是一片恐慌 可是在英國不會 第一個我們會要求說大家要冷靜 第二個我們會找出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再來當天一定是有點蠟燭送花的一個活動 然後接下來就一定是募款 然後大家一起關心 然後給他們這個家屬支持 然後很重要的一點是 絕對不對強權這種霸凌低頭 這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觀 然後很快的 他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大家都還會記得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的生活不會因為這樣受影響 市中心還是一樣照去 大家一樣還是會希望把生活正常 像這種應對 在英國來講 是很 就是它有一個 它就會有一個SOP的步驟 讓整個社會很快的就是平復 像現在我們在講脫歐 大家想說脫歐這麼大的事情 英國是不是很亂 沒有 其實沒有很亂 它一樣我們照常生活 我們只是對這個議題 討論了這麼久 然後有各方不同的意見 特別是它的公投結果是48對52 只有4%的不一樣 那你可以想像那個對立面有多大 可是我們還是一樣 這樣面對這樣的社會一個變化 到底它以後會怎麼走不知道 可是以目前來講 英國的經濟還是很強 它的失業率也才3.8 跟台灣的失業率是一樣的 它不是一個亂七八糟 整個國家在混亂的情況 沒有 那你會不會聽到很多人在抱怨政府 抱怨這個 抱怨那個 其實還好 我們就覺得說這件事情一定要解決 好 那政府那一些政客講的話 大家都會思考 因為各有支持的 也各有反對的 但是這種狀況不會造成社會的分裂 曼赤斯特台灣日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深耕當地 那因為英國本身是一個非常多種族的一個國家 世界各國的各種民族都會到那邊去 在這個時候 常常我們會被誤認為泰國 因為台灣跟泰冷 那我們想要讓當地人了解台灣是台灣 當時會去辦這個活動是因為 僑委會秘書徐文谷先生來拜訪我 他想請我跟聚集我們台灣在曼城的台橋 那一般通常我們會做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會是做什麼 大概包個湯圓 然後搓湯圓應該是這麼講 搓湯圓然後板豆 類似像這種活動 可是我想要做的是更不一樣 就是把我們台灣的音樂文化美食 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歷史 甚至我們觀光帶進去給當地 希望能夠促成雙方的了解 那這一段就是說在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一開始我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困難 我想說就是辦個活動而已 沒什麼 可是真的做的時候才知道說 哇它有很多層層面面的東西 比如你要找到場地 你要去接洽所有的廠商 然後表演團體 然後我們要保險 攤位各方面其實是很困難的 還好我們有一群熱愛台灣的志工 大家一起分工下去做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學習的蠻多的 因為大家志工能夠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為了讓台灣給 把台灣呈現給當地的人看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 因為你有共同目標 你有很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你就是能夠團結在一起 大家努力去克服各種不同的那種困難 那第一屆我們能夠如期 在曼徹斯特大學那個地方聚訓 其實就很不容易 我在舉辦的前一天 我還在擔心 我萬一怎麼樣的話 我可能要每一個單位去拜訪 去跟人家道歉 那到第三屆的時候 我們成功的到曼徹斯特市府廣場 那個地方是 等於是台北市市府廣場 你最多可以容納到一萬三千人 那是我們曼城最大的一個場地 戶外舉辦活動的場地 那當初去跟市府接洽 因為前兩年其實我們有嘗試過 可是都沒有回應 到第三屆的時候 我們已經稍微知道一些程序 然後再去嘗試 然後有一些地方 我們突破了一些困難點 得到了市府的初步認可 然後開始準備 可是才知道後面的問題 還是非常的多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整個 整個活動的那個策劃書 這個策劃書寫出來幾乎就是 碩士論文都不止 就一萬多個字 非常困難 然後經過了這樣子 我們又跟台灣的 我們去年有董事長九天 打狗亂夜團 前進夜團 還有那個德國的陳思毅 深夜嘉來唱台灣民謠 還有我們台灣過去的街頭藝人 當然還有三太子布袋戲 這一些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的豐富 還有當然美食一定有 然後有一些玩耍的東西 還有觀光的 還有我們的華航跟長榮 也都有贊助機票 可是在當下 其實它有很多的困難度 同樣的前一天 我也受到當地市政府的關心 那市政府可以隨時取消你這個活動 然後就產生了所謂的 一些政治問題他們有來關心 我們很幸運能夠舉辦 當下站在舞台上 我的內心是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有堅持這個活動 一定要每個人都很開心 第一個參與的人要開心 表演的人要開心 志工要開心 然後每一個現場來參加我們活動的人 要很開心 我們做到了 所以站在台上 我的感動真的是覺得 這是非常非常棒的 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對 然後我們成功的把台灣帶給當地人 會創業其實也是一股作氣 老實講 當時本來我們總公司是要把曼特斯特分點收掉 當時我們是歐洲排名第二名的一個分點 所以他要收曼城的時候 我是有點不服氣的 那因為 不過我也可以理解總公司 後來我也是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畢竟倫敦是大城 然後其他的地方 他可能 他的考量 那當下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毅然截然想說 那要出來創業 這個過程呢 一開始 一開始就是小小的 然後 從一個小小的倉庫開始做起 不過很幸運就是說 一路上因為有很多貴人 然後你跟很多人結了善言 這其實是很重要 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我想 如果你能夠 把握每一次機會跟大家交朋友 其實你不知道 你可以交到什麼朋友 那我在做工作的時候 我會盡量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 所以回過頭來就是因為這樣 有很多朋友的幫忙 所以我的生意就慢慢的起來 那電腦業到我這樣做二十幾年 他的困難點一定有 有每一次的挑戰 其實有的時候 他其實是幫你開另外一扇窗 就像我剛開始做的產品 都是屬於比較DJ的 那他可以賺的錢是有限的 然後你會面臨到挑戰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賣DJ的產品 所以我就去找到了一個高階 非常高階的產品 一開始人家也會覺得說 這東西怎麼會有市場 可是我想就是因為大家對他 有這麼不一樣的看法 那應該會 就算失敗 你也會賺到一個很好的名聲 因為你敢去嘗試做這麼高階 人家都不敢做的東西 那市場已經都會流傳 你這家公司蠻有膽子的 敢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很幸運就是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生意一直往上跑 然後到後面 每次碰到問題 其實對我來說 我漸漸的能夠接受 它其實就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常講在電腦市場裡面 就是你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 人生其實也一樣 你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 你每天都面臨不斷的選擇 不斷的選擇 不管你吃的東西 不管你要去的地方 穿的衣服 都是選擇 都是一個考驗 可是對 你就是要接受這樣的考驗 然後有時候你可能不滿意 但是回過頭來 你自己可以想想 怎麼讓自己更快樂 更滿意這樣的一個做選擇 就只能是這樣子 對得起自己最重要 事實上我們這個產業 它有一點 我常常講它其實是一直在萎縮 它現在已經變成有點像南海企業 早期是你可以閉著眼睛做 都可以賺錢的 然後那個年代台灣在科技產業 創造了非常非常多的富翁 非常非常多的有錢人 可是在這之後 有些人 有人還是一直往上起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都消失了 那這個產業其實是很競爭的 那到現在它已經轉變成一個 像南海的一個產業 它剩下的就是特殊性 那如何在這個特殊的產業裡面 生存下來 第一個是因為我已經二十幾年了 所以我的客戶 應該是說客戶網已經算是滿穩定的 第二個是我們在成本方面 還有我們的流程方面 已經做到非常的精簡 那面對新的市場挑戰 我們就不斷地去嘗試 那當然有一些地方 可能不是很成功 但是有些部分它是成功的 那就會讓整個生意 可以這樣子繼續延綿下去 但我知道它的挑戰還是有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全球全五百大的公司 它其實是有上上下下起伏的 而且有些公司 即使它是全球全五百大 它還是會消失不見的 所以如何在這樣的一個產業 在這樣的一個那種競爭的商業環境底下 求得生存 其實是要不斷地去接觸你自己的產業 然後可能也要適度 如果知道自己有一些地方 你想要做改變 可以考慮做不同的產業 這也是另外一種應用 對 這麼說因為每一次在挑選新的代理產品 會先看它的特殊性是在哪裡 然後會去考慮它所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常講做生意其實以我們的產業 是要我們的供應商 我們自己還有我們的客人 大家都能夠賺錢 所以我有一個理論叫free win 就是三贏 大家都有賺錢的機會 你這個生意才能夠繼續做下去 如果你只想把你的供應商 把他們的成本壓到最低 讓他們生存不下去 那供應商也不想要跟你做 這產業就會斷掉 那你給客人 你不給他賺錢 那不可能 我們的產業 其實顧客 我是B2B 就是商業 公司行好 對公司行好 如果我常講 你騙我一次可以 騙我兩次可以 我不可能讓你騙第三次 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不能去做這種事情 對客人 我們就是坦承 然後用信用 其實信用是很重要的 那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出去的很多 進來的越來越少 而且幾乎快沒有 那有一些風險管理 在英國的產業 他們有很多 我們的保險 這是台灣現在比較少看到的 其實事實上 我們在給客戶放帳的時候 他們都是有保險的 保險額度就是90% 雖然它是我們的一部分支出 但是它也是相對的我們的風險管理 這樣的情形之下 會讓我們的生意比較穩健 是這樣子 在當時因為是先左右所先離開 然後市場就傳聞說 這公司快倒掉 特別是我的競爭對手 他就趁虛想要搶走我 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代理品牌 他佔了大概市場50% 這樣子一個滿大的佔有率 然後他們的策略就是 那是當地的公司 他可以跟另外一家大的公司 他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想辦法去說服了我們的供應商 然後把我的代理權拿走 當下在那一天就是說 他們派了一個最底層的銷售 他在下班時間來找我 然後就跟我說 哎呀我們就做到今天啊 之後我就請你把貨退給我 倉庫裡面 因為當時我們倉庫裡面 有很多他們的貨 然後要我把貨退回去 可是我覺得我知道 我當時其實心裡已經馬上在 開始在計算這種 我要怎麼樣子來應對 要怎麼樣子來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我當下就笑笑的 我沒有說我要把貨退給他們 因為我70%的貨款 其實我都已經付清了 我沒有必要退給他貨 所以回去之後 他走了之後 我就開始想了之後的應對之道 在這個大概維持六個月 將近六個月的時間 我持續的用策略性的反擊他們 比如說因為 另外一方面是我也很幸運 因為我當下 當時我的進貨價 我們的英鎊匯率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的成本是比較低 後來的那個代理商 他的成本就比較高 那我用我的低價 當然我的成本比較便宜的優勢 然後我還有挑選 我只有重點是打擊他 讓他們沒有辦法伸展 然後這一段就有一些策略性的應用 到最後他們公司的 我的供應商的 他們歐洲的代表 他們台灣的代表 然後大概有四五個人 到我公司來跟我道歉 我就跟他和解這樣子 這之後他們也請我再回來幫他做代理商 那我就接受他們這樣的一個請求 主要是因為說 其實在這個市場 我們電腦市場看做久了 你就會發現有起有落 有公司他們可能曾經風光一時 然後目中無人的非常多 那我應該因為這樣子的案例非常的多 所以到最後自己就知道說 你要怎麼去應對這樣的狀況 顏色上我是覺得市場 雖然電腦市場好像很大 可是事實上是大家都很容易 大家知道誰是誰的 所以會要保留 不會像以前年輕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樹底沒什麼 可是到後面你比較有經驗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留給人家多一條路 那也留給自己多一條路 其實我常常想 因為在公司上班的時間 我們大概就是從早上9點到下午6點 中間休息時間 事實上這個就是我們一天當中 最精華的時間 那整天在辦公室 我們看到的這些人 其實他比家人還要輕 然後這一段時間裡面 如果我們工作不愉快 其實真的日子不好過 所以我想通了這一點之後 我通常在公司 就是讓他們開開心心的工作 當然他要把事情做好 可能早期因為英文的關係 你要跟他們溝通 會覺得說 你必須直接講重點 因為我沒有辦法轉彎抹角去跟他們解釋 所以行程到最後我就是 如果有什麼事情 我會蠻直接的告訴他 特別是一開始以前 一開始我會有那種 我們傳統的一些想法 比如說他遲到了 就沒有講什麼話 然後這裡哪裡出錯也沒講話 然後慢慢的對一個員工的不滿 就像滾雪球一直滾一直滾 滾到哪一天 你當然真的是爆發了 你就是要把他fire掉 然後那個員工可能會莫名其妙 那一天可能剛好他遲到或者肚子痛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你可能心情不好 你就把他fire 這種情形到後來我自己發現了 一次兩次自己知道有這樣的狀況 就會去思考說 你其實必須要 每一次他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你就直接講 那這樣的情形就會把 你就是 你就是論事 他們可以接受 然後就會讓反正整個工作環境那個情緒是非常好的 然後對到現在我的員工跟我都蠻久了這樣子 其實電腦界蠻特別的 不是只有 但真正英國人的其實比例很少 反而是 背景是巴基斯坦的 印度的 還有那種中東的 反正世界各國 各國籍的人都有 那每一個國家他有 有一點不同 我比例巴基斯坦的客人 我第一次要去拜訪他們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不能一個人來 你一定要帶一個男生 他不要我跟他單獨開會 因為他們的文化習俗 女生是不能單獨跟男生面對面 可後來我們是好朋友 我還去他家吃飯幹嘛的 就 其實你坦稱你跟他們交朋友 如果很用心交往 其實不管你是哪一個國籍 哪一個背景 到最後都是可以當朋友的 那當你是當朋友的時候 你做生意的方式是可以有不同的 但也要提醒因為有時候他們會因為我們跟他的友情 他們的關係很好 我也曾經因為這樣吃過好幾次虧 那我把那幾次虧都當作是我人生的一個借鏡 因為我很相信他們 結果他回過頭來就會倒葬 而且他倒葬就是非常不正常的倒葬 那這種情形碰過幾次之後 我現在會告訴我的客人 不是我不相信你 但是很抱歉 這個是公司的政策 那你的信用額度到這裡 我就只能做到這裡 就不會說像以前 我跟你是好朋友 他有時候都說 你是我的兄弟 你是我的姐妹 然後你是我的家人 講到這樣子 讓你感動得痛哭流涕這樣子 其實到最後 你還是會陷入他們的那種 他們做生意的方式 那種是不一樣 那英國人相對來講 雖然他看起來比較冷淡 可是其實他們是見面三分情 那一旦你打入了他們的那個 就是說你跟他有那種聯繫連結之後 其實英國人對你是很衷心的 通常英國人他們交朋友 真正交朋友不會很多 像我的朋友 他們覺得有夠誇張的多 是他們的朋友 他們會有幾個很真心的朋友 除此之外 他們的交往方式是不一樣的 跟我們不會 我們在台灣 我們常常會把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私事都會跟朋友分享 他們比較少 除非非常非常接近的 可能只有一兩位 這是他們文化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講回來 生意場上其實只要真心對待 然後一定會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但是把那些經驗當作是 你繳的學費 其實它都是值得的 對 我有一個客人 他跟我很要好 然後 當他有碰到困難的時候 他們後來要轉型 他開了 他把公司轉換成 開前幾場 訓練前幾場 那他也繼續做他的生意 可是我們之間就不是只有 生意上面的關係 他會邀請我去參加他的 家裡的一些活動 會參加他們的那個 前幾比賽 然後到最後他決定不要做的時候 他也跟我說 我真的不做了 那我欠你這些錢我都還給你 那我們還是好朋友 隨時都可以來找我 像這種真的就感覺 你就是真的是交朋友 我還是覺得說 不是只有做生意的那種金錢 這種關係是最值得你去珍惜的 反而是那一份心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在公司你可以是老闆 你可以指揮 你可以對員工 就是說發號施令 但是在家裡完全是不一樣的 你對孩子 你孩子最容易欺負的人就是媽媽 他最常欺負的也是媽媽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去面對他 還有我覺得 孩子給我最大的一個省事是 孩子是媽媽的一面鏡子 那當他呢 在你的眼前 你看到了你不喜歡的習慣 其實有些時候 他都是從你身上學的 那實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的大兒子 特別是我大兒子 我教他台語的時候 我們在講台語 然後他就學了 有一次我講什麼話 然後他不妨講一講幾句話 就是什麼話 在英國的那個環境 我非常知道他那句話 是從我身上學的 那時候就一個很大的一個省思 我的所作所為 我的身教非常的重要 其實是在孩子 對孩子就不大一樣 我會去思考 我希望他成為什麼樣的人 但他自己 可是他自己可能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其實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那英國人 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 他們認為每一個孩子 都是來自於上帝 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不是屬於爸爸也不屬於媽媽 所以到最後你必須要尊重他 他是一個獨立個體 你必須要尊重他的選擇 也是這一點讓我 不斷地提醒自己 有時候 不要把我自己的想法 強加於孩子的身上 但也要知道說 這段時間在他能夠自己 判變這個 是非的時候 我們要盡力去輔導他 這樣子 當大兒子在 練那個游泳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這麼辛苦的一個游泳運動訓練 讓他覺得要在功課上 其他的同學可以去玩 可以寫作業的時間 他反而都要在訓練 然後他有問過我 為什麼是我 因為目標 那時候我們有講目標是奧運 他就問我為什麼是我 然後我就反問他 為什麼不是你呢 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困難度 我一直認為說 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到奧運 重點是在他整個訓練過程 他的訓練過程所教育他的 是耐力、毅力跟專注力 這個是未來他人生去面對 任何挑戰跟困難 必須要具備有的一些特性 那我也希望說 藉由這樣的一個訓練 可以讓他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然後可以是一個快樂的人 我跟他講過 如果他有機會 他一定要先照顧好自己 才能夠去照顧別人 因為我常帶他去做一些社會公益的事 比如說去遊民之家去幫忙 然後去中途婦女之家幫忙 有時候我們會去關心流浪者 我也帶過他去耶誕貧民窟 去過敘利亞的難民營 幾個地方 他是一個滿溫柔的孩子 他是一個滿有愛心的孩子 曾經他身上只有一點點錢 然後我問他 他說他沒錢搭車回來 我說為什麼你會沒錢 他說他把錢都給路邊的遊民 然後他跟他同學借錢回家的 像他這樣子的孩子 我會知道說他心是很柔軟的 但是一定要先照顧好自己 那在游泳的部分我也跟他講 你最後一定是跟自我挑戰 因為在游泳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不斷的自己要比自己更好 要一直能夠用這樣的目標去 才能夠達到最後的一個目的 就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第一個他們把孩子當作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所以他們在教養孩子的時候 他們會站在孩子的角度 那我從小我跟我兒子的對話 從他很小 其實我知道他聽不懂 可是我都會交代他說 我們今天要去做什麼事情 你要我剛剛看了什麼事 我今天工作有什麼問題 我都會告訴他 然後我們那一邊像教育 所以他們會覺得陪伴是很重要的 常常很多媽媽在孩子 尤其是小學階段 他們可能放棄了他們的工作 或者做所謂在英國 很多企業是可以允許媽媽做part time的 就一個禮拜上兩天或三天的班 他們就有一段時間我兒子的班導 是兩個老師 一個禮拜一禮拜二 一個是三四五 所以在台灣你可能很難想像 一個班的班導是兩個不同的老師 上不同的時間 可是在那邊他就是一個很自然的 然後很多媽媽的陪伴他到孩子 到11歲 因為11歲之前 我們是不能讓孩子獨自在家裡 你不能讓孩子 即使我們家住在學校對面 他不能自己走路回家 他一定要有大人去接 所以如果家裡沒有人 他學校是不會讓孩子走的 然後對孩子的保護 他們這個社會對孩子的保護是相當的 就是很重視非常重視 那我們會因為孩子的 他的學習過程裡面 像小學的階段 父母親常常會安排很多活動 我們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定一次兩次的生日聚餐 那個叫party生日party 這個過程主要是要給孩子 擴展他們的人際關係 平常英國人不會說像我們在鄉下蘇澳地區 我們門打開就直接到隔壁去聊天 直接到人家家裡 你從來也不用說事先打電話去預約 但英國人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你要到人家家裡他會邀請你 然後我們生日會寫邀請卡 然後之後要寫謝卡 然後英國人超喜歡卡片的 什麼事情都要寫卡片 然後他們的卡片不像我們台灣的卡片 我們都還寫的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然後在底下在住民還有祝福什麼的 他們不是他們就是你的名字 底下就寫簽名 最多寫一個love 就是愛 好愛你啊這樣子 那這個愛不表示說 那種男女之愛不是 而是對你的關愛 對所以很特別的一個文化 你有時候剛開始去我不大能夠接受這樣 就覺得很奇怪很浪費啊 這麼多卡片 什麼東西都要卡片的 對可是後來就慢慢的習慣 在教養孩子的部分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國中高中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職業的摸索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是我的朋友的小孩 他會先到他成績非常優秀 就申請到法院去實習兩個禮拜 結論就是不要當律師 因為他連壞人你都要幫他辯護 所以他受不了他不要 然後他再去醫院實習 他就想要當醫生 所以他現在就是一個醫生 就他們會安排學生去實習 去了解他想要做未來所要走的行業 這種教育方式 就是我在這邊台灣這邊 我比較少看到這樣的一個安排 那他們是會即使是這樣子 當然還是會有選擇錯誤的時候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教育方式 我覺得台灣在英國有一個教育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要推廣的 就是從小他們孩子是被鼓勵發問的 我看過他們學校在上課的情形 因為我們有安排家長可以進去看 參觀孩子上課的情形 一個學期一次 然後你就可以從頭看他一堂課 然後看他的所有的作業 整個過程 然後其中一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老師上課的時候會問小朋友一個問題 所有的小朋友永夜棘手 比如說 我就說如果他問說 台灣總統現在是誰 然後可能小朋友答錯了 可能答到哪裡去了 他就會跟小朋友講 這個是蠻好的答案 但是我們可能還要再想一想 不會罵 不會責罵 然後等到正確答案說 台灣總統是蔡英文的時候 小朋友老師就說 這個是很好的 這是正確的答案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就說 他會引導 他不會說 責罵孩子 打錯 他會引導孩子說 這是正確的答案 剛剛很有勇氣 你知道發問非常好 這種現象 一直到他國中高中 他們都是如此 所以上課如果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勇於的舉手 然後發表他們的意見 這也從我們在英國當地 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孩子都是侃侃而談 你隨時在路上 你找他們 發表他們的意見 很蠻會表達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是 他們上的英文課 他們沒有課本 他們不用背說 作者出身別名 什麼 一大堆筆名 然後一些 一定要記他住在哪裡 什麼什麼一大堆的問題 都沒有 他們上課沒有固定的教材 然後他們的國文重視的是寫作 所以我跟我兒子講說 明天要考試了 你要不要讀一點 他說我明天考英文 我不用讀 因為他沒有課本 他們要的是很多大量的閱讀 他一個禮拜有時候讀一本 一開始一本 兩本 三本 書讀非常的多 考試就是考作文 就只有這樣子 生論題一直 對一直就這樣子 英文是這樣子 到高中 你到高中結束 如果你不走英文方面的 你就不用再繼續讀了 你不用大學還在讀國文 就是他們的教育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 國中的時候他們有教一個生命課程 他問你生命是什麼 他要讀一個各國不同 各個宗教不同的理論 然後去探討生命 這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一直會跟我講說 按照他相不相信輪迴 這種想法 我們考試就考這個 你自己愛怎麼答 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 你愛怎麼答就怎麼答 然後 能夠寫出你自己的理論 這最重要 能夠發表你的感想 這是最重要 這個就是會讓他們的孩子 真的很有自信 他們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台灣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其實 即使是世界排名競爭率排第13名 可是我們對自己的自信 卻是那麼的薄弱 全世界200多個國家 排名第13 這是屬於上段班的那種成績 可是我們常常是那種落後 調查背那種班級的那種心態 很可惜 其實我們在自信 你要有自信 才能夠去面對困難 才會快樂 沒有自信的人通常就不快樂 所以就很可惜 雖然台灣很熱情 可是我們的人快樂嗎 這一點 是我們自己要去不斷的思考的地方 英國人最常問的是 你快樂嗎 不管你的孩子 他看到孩子第一個問的 是問他上課快不快樂 在學校快不快樂 他不會問他成績好不好 對 這一點 在台灣 就比較少見 工作他們也會 問快不快樂在這裡工作 如果不快樂 他們就換 他們沒有一個說 我一定要在這裡工作一輩子的 沒有 他沒有這種想法 在各做事他們認為說 他們是因為要生活才工作 不是為了工作而生活 所以他們常常會在思考 要去哪裡玩 要去哪裡 要去 接下來他們要做什麼 不會想說 一定要工作工作工作 英國人不喜歡加班 哈哈哈 就這樣 其實我 開始回饋給故鄉在46年前 然後 再來 一直持續都有在做 我自己有一個本子 一個冊子是 文化國中的子弟團團圓 他們每一個人的相片 然後寫一個感謝 其實對我來講 我每次看到那個留言 我就會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這是生命的意義 我可以幫助他們 完成他們的夢想 然後他們對我的感謝 那種文字 我自己笑說 那是我的傳家寶 因為做這些事情 讓我覺得 真的就是生命有意義 因為我30歲的時候 我已經算是事業有成了 可是在那時候 我生日的時候 我是在瑞士街頭閒晃的 因為我迷惘 我不知道 我有錢 然後呢 接下來 我不知道幹嘛 我那時候真的是 因為 感情當然是沒有著落 在當時 有點起伏 所以會有覺得說 不是金錢 你追求 你有一個目標 你追求到了你的目標 金錢之後 你又要追求的是什麼 所以當我在做回饋 當初 引導我做回饋的是我的舅媽 她那時候去幫我帶一小小baby 我的大兒子 然後她就跟我說 羅東的深愛兒童之家有需要幫助 我就從那裡開始做起 然後隔年 我就回到學校 聖誕節的時候 他們校長笑稱我是聖誕老婆婆 我到學校騎著腳踏車進去 學校問他們說 校長在不在 剛好碰到我的協姐 她就問我說 你要幹嘛 我說我想找你們校長 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所以我就跟校長聊了之後 那一年我就接了100萬台幣 給他們做急難救助 在那之後隔年我做外師教學 我請外國的老師去教導孩子 我希望他們有比較好的機會 因為畢竟蘇澳是一個偏鄉 那偏鄉的孩子資源比較少 我不想他們跟我一樣 小時候沒看過什麼外國人 然後每次看到都要就很興奮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對英文也不大懂 會覺得說讀這個要幹嘛 如果有一個外國老師來教育他們 那會讓孩子對英文不會那麼的陌生 也可能比較不會有恐懼感 那另外也可以加強他們的國際觀 了解老師是從哪一個國家來的 然後對他們的 也許他們的國家文化 有新聞各方面有一些多關注 所以我就會去做外事教學這一部分 之後一直就是 學校有什麼棒球隊籃球隊 所有的一些活動 我送他們英文字典 我還從英國寄了1000多本的書 回來台灣給他們 那到最後最近我有 因為看到棒球隊的學生睡在學校的體育館 地下室 我又捨不得他們這樣子 我就去買了一個幼稚園 然後重新整修當他們的宿舍 然後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回饋 我自己已經知道說 我說以後我退休我想去當一個寫姊阿嬤 就是照顧這一些棒球隊的學生 然後陪著他們長大這樣 這是我想做的以後退休的工作 所以對我來講 因為找到這樣一個人生的目標之後 不管我碰到什麼困難 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說 這些都不是不再是什麼負擔 對我來說我覺得能夠有這樣 而且非常非常的快樂 很享受做這些事情 對 所以OK啊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人生體驗 我很幸運是從鄉下長大的 那在鄉下那個環境 你接觸大自然 你的視野感覺就會比較寬廣 從小就是在田裡跑 去踢餐頭 然後抓蝌蚪 然後威含吉拉 爬樹拉 陶板巴拉 然後做風箏 像這種東西 其實他在無形當中 我相信他給我一個蠻大的養分 讓我對大自然也好 讓我對 因為就是說整個碰到困難 對事情可能比較釋懷 所以我現在帶我兒子回來 我小兒子回來台灣 我們真的是玩到病了這樣子 山上下海 我們各種可以玩的 我們都盡量就是想去享受 然後我也希望我的兒子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以後知道說怎麼樣子去面對困難 紓壓 這個很重要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造成我一個蠻堅韌的一個 一個性格吧 那不怕碰到問題 有時候自己常常會講說 好啦下一個困難在哪裡 再來吧 我常常講說 誰怕誰 再來這樣做 就是你已經 可能變成是性格 或者是自己協議裡面的那種喜歡挑戰 也許是因為台灣是個海島吧 我們總是要碰到很多天災地變 這種環境也不是全世界各地都有 英國就沒有天災地變 我們這邊就很多 每年要面對颱風 我們每年要面對地震 這群人真是很勇敢的 從來都也不退縮 就在這邊 在這個環境我們這樣長大 所以我覺得 嗯 台灣人可以更勇敢 我覺得第一個 真的是自信 自信的建立非常地重要 如果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 可以有突破 台灣人比英國人 歐洲人都來得勤奮努力 我們讀的書 我們花的時間 真的是比人家多很多 有了很多東西我們自己不自覺 可是真的要隨時準備好自己 當你要上舞台的時候不要害怕 我們有一些地方不足的地方 你必須要想辦法 我們看到的問題不要去迴避 直接面對它去解決這個問題 讓自己更進步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只要你有準備 什麼時候隨時都可以上場 你就有很大的舞台 現在全球化 全球化的整個經濟也好 政治也好 其實它衝擊非常非常大 不是說很簡單的 我們用幾句話就可以去把它 整個包含在裡面 但我相信世界各地的人 都是一樣的 我們必須要有教育的背景 我們必須要有資本資源 事實上台灣都有 然後我們的人又努力 又聰明 怎麼可能我們打不贏人家 怎麼可能我們做不好 所以只要相信自己能夠做好 You can do it 就一定可以做到 海外遊學我很建議 因為出去外面的時候 很多時候它是脫離了舒適簽 我覺得台灣的家庭 台灣的家長 非常非常保護自己的孩子 其實你保護了他 你就剝奪了他學習的機會 當你不讓他煮飯 不讓他洗衣 他就不會煮飯也不會洗衣 出去之後 你可以幫他煮飯洗衣一輩子嗎 我想這不是正確的 如果有機會出國去 脫離他的舒適圈 你到國外去的時候 我常講這是五官全開 你的眼睛是整個會發亮的 你聞到的空氣是不一樣的 吃的東西也不一樣 聽到的語言也不一樣 你的所在環境完全都是不同 你感受到的都是不一樣 去接受那樣子的一個感受挑戰 其實對你回過頭來 也許你還是 也許你還是會有一些迷惘的地方 也許它是你人生的一小段 可是想想看 你如果有70歲的年紀 平均年齡大概都是七八十歲 出去個一兩年的時間 其實對你的人生來講 它只是一小段 然後有這一小段的養分 如果它能夠讓你更懂得你自己 懂得怎麼生活 懂得未來的路 那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過程 那至於要不要開公司 要想創業 其實要看自己有什麼 你自己所有的東西是什麼 是你有專才 別人沒有 還是你有的毅力比別人還要來得強大 還是你有雄厚的資金在支撐你 到底是為什麼你要創業 要記得創業的失敗率是95%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堅定 你問過了你自己千萬遍 你問過了你周遭的朋友 大家都支持你 那我覺得go for it 還是要做 當然人生不可能兩條路同時走 你選擇了這一條路 另外那條路就不可能走 你也沒有辦法去比較 所以到最後我一直都強調 做什麼事情要問心無愧 只要你問心無愧 對 都可以做 應該是well done 做得很好 然後我常常講我的幸運 我常常之前都會講到我踩到狗屎 好幸運喔 然後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其實老天有照顧我 然後也很謝謝我曾經碰到的 生命中的很多貴人 因為他們成就了我今天這樣子 我在書本上有寫過一句話 就是我很喜歡奧修哲學 從別人的身上你可以看見自己 你的朋友 你所遇到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你的一面盡子 好的地方我們學習 不好的地方我們要提醒自己 然後一直往好的方向走 快樂也是一天啊 悲傷也是一天 你要快樂過日子呢 還是在那邊驗天有人 我想只要有一點 腦袋的應該都知道怎麼選擇吧 所以對 對我回過頭來講我自己滿開心的 可以有這麼多的經驗 然後認識了很多世界各國的朋友也好 台灣各地的朋友也好 然後有很多人對我的支持跟鼓勵 都是我一直往前走很大的一個助力 最後有一句話就是 人生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當你看到有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勇往之前去做 這樣子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